现年29岁的TVB艺人郑俊熙 已涉及事物易诈骗案被捕 该案件累计20人被捕 轰动全港 29岁的郑姓男子被戴上黑色头套 双手背靠 由多命警员带走 警方在元老南坑村 拖走一台价值180万港币的白色电动法拉利 相信是犯罪得益的财产 据了解 香港证监会上个月 点名虚拟财产交易平台JPEX 涉嫌违规 截至9月29日 已受到2400多人报案被骗 涉及金额高达15亿 艺人张志玲曾担任该平台的品牌大使 9月19日现身驻警方调查 事后发布声明否认涉案 艺人庄思敏21日 从马来西亚飞回香港 接受警方调查 离开时否认涉案 被骗金额逾50万港币 据悉4日被带走的郑俊熙 出生于1994年 2017年报考艺人培训班进入TVB 郑俊熙虽然还没有成为男一号 但受到曾志伟力捧 在内地寂寂无名的他 其实已是隐形富豪